为什么瞎煮熟以后都会变红呢 当然是因为我啦 作为胡萝卜素家族的一员 我天生就是橘红色 你要不抬头看一下 还不是定流蛋白质 非要我给他的锡做配角 不然我早就红啦 那不是职场霸凌吗 是啊 他就是看不惯我天生丽质 你后来是怎么摆脱他的 参加热辣滚汤演唱会的时候 场地太热 他耍大牌提前离场 我就抓住机会一炮而红了呗 我就知道你又在背后娶娶我 要不是蹭我的人气 你能去热辣滚烫演唱会 哼 我相信群众的眼睛血亮的 你早晚会过气 像我这样的新时代优秀细胞 就应该独自美丽 有道理 而且红色看起来确实更有食欲 哼 我们走着瞧 那为啥它没煮就红了 你下手轻点 我好歹也是这个家里的老电饭包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怎么能用钢丝球挂电饭包呢 你看这内胆都挂花了 不是只挂花了这么一点吗 没事 只要过体没破就能继续用 我们有事 一般像我这样的统型内胆 使用两年以上就要换掉了 我看你这架势是想拿我当传家宝啊 电饭包的涂层是一种叫特弗龙的聚合物 它每天脱落一点 我们岂不是在吃化学物质半饭 特弗龙我知道 温度不超过250不会分解的 安全的很 你就放心吃吧 可是涂层脱落以后 内胆里的铝元素就会跑出来 你们都已经沉浸时吃铝好长时间了 金属元素不容易代谢 长期大量在你们体内续积 这会影响骨骼和神经系统的健康 造成一定的慢性损害 那我们还是换个新建饭包 让你光荣退休吧 这流氢也太夸张了 到处都在咳 等等 既然大家都在咳 那如果我现在去卖冰糖雪梨 岂不是发家制服的好时机 毕竟梨可是止咳的呀 我要一份 我也要 我也要 发生什么了 地震了 干什么 放开我 你要对我做什么 做冰糖雪梨呀 你没看见那么多人咳嗽等着吃呢 谁告诉你梨可以止咳的呀 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咳嗽了就吃梨 从来就没有一项实验证明梨能止咳呀 少来 你就是怕被宰故意说的嘛 我说的是真的呀 我就是梨 我还不知道吗 你是 在下水果界四大天王之一 梨敏 今天前来主要是向大家澄清一件事 我们梨中是没有直接止咳的成分的 我们的身体 85%都是水 生吃梨或吃冰糖雪梨 都只是让嗓子变润 起到缓咳的作用 跟喝水没什么区别 你们的咳嗽是因为病毒感染造成的 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医院看病吃药 那样才能止咳 我的发财梦啊 毁了 全毁了 好饿呀 也没有吃的 要不然喝点茶 垫垫肚子吧 可以 这茶太浓了 空腹喝不得呀 凭啥不能喝 我偏要喝 喝就喝了 你能把我怎么着 不听茶杯言 吃亏在眼前 我的头好晕 心跳也好快 手更是使不上力 你这是茶醉了 什么醉不醉的 你少在那茶言茶语 喝了一杯茶 我就变这样 肯定是你往里面下毒了 你 这跟我可没关系 这都是你自己空腹喝浓茶的结果 茶中的咖啡碱 孵化物等物质 能使人气兴奋 在空腹时 一杯过量吸收 打破体内电解质平衡 从而产生心悸 心慌 头晕目眩 类似醉酒的症状 兄弟们给我冲 打破这面墙 我们就撑王了 那我怎么办呀 闭着眼睛天旋地转 睁着眼睛恶心反胃 缓解茶醉的最好办法 就是补充糖分 吃糖或喝糖水 就是不错的选择 你红一黄的 咋还变异了呢 大哥 咱俩怎么变色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这阳光真旺啊 光和作用 我都快进行不过来了 我也是啊 太帅了 挪叶子下面遮遮阳吧 你干什么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去遮阳 留下满叶圈 你个心急救 只要你们被晒干了 整个郊元 就是我的天下了 瞧你俩 这一红一黄的 咋还变异了呢 大哥 咱俩怎么变色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小弟 你别急 变色可是一件好事情 变黄是因为体内的 类黄萝卜素变多 变红则是因为花青干变多 这都是天然形成的 只有天选之交 才有变死的福气 这种青椒 还能收获红黄彩椒 这可是意外之喜呀 彩椒市价 可比青椒高多了 白白了 你个普通的 坏青椒 说好一起绿到头 你们俩就在中途 居了哟 我打算养一只荷兰猪 你觉得咋样 养猪 怎么 你终于不想上班 要辞职回家养猪了 我说的是这个 你这是先战后奏啊 带都带回来了 我还能不让你养 你看看呗 这不是还挺可爱的吗 还真是 不过这小家伙长得这么可爱 为什么要叫荷兰猪啊 我的学名叫屯鼠 之所以叫荷兰猪 还不是要关那群荷兰资本家 当初荷兰人把我卖到日本的时候 日本人觉得养老鼠很奇怪 吃起来也会反胃 为了让我能在日本卖出去 荷兰人干脆就说我不是鼠 是外国猪 这个名字就一直流传到今天 谁能想到 现在的人又开始觉得 养猪做宠物奇怪了 改个名字就能让人 把你好吃好喝的养着 还不好 这么说的话 倒也不吃亏啊 你这屁屁虾咋回事 怎么变绿了呀 变织了吗 没变织啊 你就放心吃吧 啊 我不太信啊 你这看起来有毒哎 你是不是被迫吃了杀天佳剂 还是中金属超标呀 怎么是绿的呀 瞎担心啥呢 我这是生孩子才变绿的 什么 生孩子会变绿 是你老公 你老公 你了 你才被绿了呢 卵造谣小心绿色寒哦 产卵季节 我体内的软红蛋白 和血缆蛋白会结合 加热分解后就变成了绿色 你早说嘛 那么多偷舌 还我白担心 变绿是正常现象 不会有原体体生不利明相 你就放心吃吧 亲爱的 这99朵玫瑰 代表我的心 我喜欢你哦 停 就诈 爬送你的可不是玫瑰 而是月季 你 你打骗句 玫瑰和月季都啥啥分不清 我的爱情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花店老板明明说是玫瑰 难道是骗我 天真 我们和月季 虽然同属蔷薄 蔷薄花卉 因为 也都是Rose 但我们其实是两种不同植物 我们玫瑰的叶子 表面凹陷褶皱 没有光泽 上面有细小的绒毛 看看月季的叶子 平整有光泽 还没有绒毛 另外 我们的花朵 多在一个平面 花形较小 月季花朵有层次 花形更大 还有 我们枝干布满了密集的尖刺 而月季枝干 表面光滑 尖刺稀疏 区别这么多 这么明显 你居然分不清 分清又如何 你们玫瑰是以实用为主 我们月季 才是共观赏的主流 七夕情人节 表达爱意送的 也都是月季 这么说 老板也不算骗我 哎哟 小老弟 你长这么短 怕是没人要吧 嘿嘿嘿嘿 长短有那么重要吗 瞧我不转死你 你咋还给自己打上个蝴蝶结呢 整得挺花 你懂个屁 海带打结好处多多 我们海带一受热 就会产生黏黏的海藻酸 和褐藻胶 特别容易粘锅 打结后 减少与锅的接触面积 就不容易粘到锅底了 那我岂不是惨了 哎呀 还有我们表面很光滑 有粘液 是滑上加滑 打结是为了方便 用筷子夹起来 像你这种没打结的 谁敢要你 瞎说啥呢 几句鬼话就想皮尾我 不可能 哎呀 就是打结的才好啊 正好拿来下火锅 香喷喷的 哎 这个没打结的海带 一会儿准粘锅 还是压箱底吧 好疼 这刺也太锋利了 我可是沙漠中的刺头 谁敢来惹我 真香啊 你居然敢吃我 我有刺哎 你不怕痛吗 骆驼可不像我们人类一样 惧怕你的尖刺 它可是你的天敌 天敌 不可能 作为沙漠之舟 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中 补充水分和能量 骆驼进化出了一口 铁嘴铜牙 它的嘴唇 有厚实坚韧的皮质 还有毛发保护 口腔里 更是长满了 像人的指甲盖一样硬的 角质化乳秃肉刺 可以绿断 并折断仙人掌的尖刺 就连舌头角质化程度 也非常高 配合发达的拖叶线润滑 你的刺 根本破不了它的防御 可恶啊 你的嘴不怕痛 你的胃 能受得了吗 骆驼是反除动物 有三个胃 你进到它肚子里 会先在流胃发酵 直到刺头软化之后 再通过反除 进入第二个胃进行消化 嘿嘿 嘿嘿 你的刺都不见了 究竟要计划到什么样 才能不被吃掉啊 我可想来说 你果然是病我 有三个胃进行消化了 是有三个胃进行消化了 我好想建计果 那一定是个胃进行你 我先终于输入 我先打破了 你根本身是珍而已 我给你一个缓资品